香港老牌男明星是一代人的记忆 因为习惯了太多光环在身 这些大明星忍受不了衰老 于是用尽各种办法让肌肤返老还童 但是效果却一言难尽 几十年后来看 有人依然保持着一副童颜面孔 有人却垂垂老矣 一、五官僵硬如假人 郭敬安 很多人对郭敬安这个名字很陌生 甚至看到他的脸都认不出这是哪个明星 他已经58岁了 脸上的皱纹却很少 皮肤纹路也很细腻 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 像是不到50岁 但是这张脸的科技感特别重 过量衣美和整容都让他的脸看起来很像硅胶 如果拿出来郭敬安年轻时的作品 一定能够对他有印象 因为他是TVB的市地 古灵惊叹与子浪是很多人喜欢的作品 他的花期很长 40岁的时候演电视剧还很年轻 但是一过50岁 郭敬安就变了模样 他的整张脸都受脱象了 出席活动时也有些畏畏缩缩 古天乐 1993年 古天乐太入演艺行业 他那一张青春又魅惑的脸 俘获了许多观众的心 先后出演了《婚姻物语》 《餐餐有宋家》 《阿瑟早晨》 《男儿当如尊》 1995年 25岁的古天乐 凭借金庸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神雕侠侣》 迅速火遍大江南北 在那个年代 杨过的颜值可太能打了 简直不需要任何滤镜 因为他出道较晚 所以都没来得及多拍几部古装片 但是在后来的很多警匪片 爱情片里 古天乐的颜值依旧折服无数人 如今古天乐已经50岁 却还在演戏 但是面部状态已经大不如从前了 在《倚天屠龙记》里的状态很僵硬 笑起来的样子就像一个真正的反派 陈昊明 53岁的陈昊明依然沉迷于饰演偶像剧男主角 和蒋文力有的一拼 要是童言也就罢了 可陈昊明扮古装造型出场时 整张脸都已经肿胀成发面满头的样子了 他对脸的改动很多 所以年轻时的灵动 五官明朗 早已不复存在 陈昊明有演技 年轻时没有滤镜和美艳艺说 随便一张剧照都能截出来当壁纸 但是一过周年就在油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谁也拦不住 50岁一过 已知天命 陈昊明又在古偶剧里演了一个25岁的少爷 看来四个孩子的家庭压力确实很大 需要用这种方式赚钱 马德忠 马德忠的五官颇具匪气 演过许多古早的霸道总裁剧 那个年代还没有斯文败类这种流行语 因为相比于那种一身正气的审美 他的腹黑显得非常不合时宜 而他娶了一个貌美又身材高挑的妻子 夫妻感情很好 多年后当刘凯威饰演的霸道总裁 墨少迁红遍大江南北 却很少有人知道马德忠 他习惯于佩戴一副黑框眼镜 居高临下的看着别人流露出满满优越感 谈笑间 他点燃一支香烟 然后开始吞云土雾 在戏外 他就很接地气 甚至有吃素的习惯 皮肤也因为依赖医美而变的毛孔都看不见 一般只有女明星会把皮肤保养成这样 但是马德忠却更加细致 满满都是科技感 早已不自然了 二 天然的脸 刘德华 刘德华是知名度相当高的明星了 相比于前几位同行 他对衰老现象就很坦然 只是用习惯维持健康的体态 没有依赖整容 所以刘德华虽然看起来就是61岁这个年纪的人 但是他却很从容 是的 他对自己有绝对自信 身为四大天王之一 他对自己的外貌有极度自信 为了维护容颜 刘德华常年吃素 甚至还有喝咖啡的习惯 最夸张的一天喝了20杯咖啡 虽然刘德华的脸衰老了 但是身材却像一个翩翩少年 成龙 谁能想到成龙已经69岁了 他在家里很喜欢练功夫 所以心态都很爽朗 身姿挺拔 不仅很年轻 还洋溢着一股正气 成龙的国际影响力确实很大 随便在欧美日韩国家做一个街头采访 他们对于中国明星的印象就是停留在Jackie Chan 因为成龙的影响力横跨了两个时代 他根本就不需要多做宣传 就能够被广为流传 他的功夫没有办法复制 更加无可替代 因为世界上只有成龙 两代明星之间也只有一个成龙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 成龙也很有偶像包袱 现在的他是双眼皮 其实双眼皮是年轻时割出来的 好在年老以后也没有松垮变形 周润发 周润发有常年运动的习惯 很多台湾当地人都偶遇过周润发跑步 甚至连去菜市场买菜都能趁机和周润发合个影 他倒是没有特别控制饮食 会自己一个人去吃馄饨 但是常年运动使得他身形瘦弱 站在女明星的旁边就像一个小老头 周润发早已经满头白发了 但是在体力方面没得说 跑马拉松也是轻轻松松 钟振涛 钟振涛已经70岁了 很多老人在这个年纪已经躺在床上不能自理 但是在大湾区晚会上 他一出场就惊艳众人 虽然他的眼角已经有了皱纹 但是有一种天然的美感 钟振涛在年轻时配得上年轻力壮四个字 他的皮肤黑黑的 还很喜欢刘胡渣 是男人和女人都会很欣赏的那一种类型 在送女儿出嫁时 他被很多网友误以为是新郎 因为他不仅很年轻 还很有型 搭配上一身挺阔的西装 把他帅气全部释放出来了 任达华 任达华比68岁的实际年龄更加年轻 任达华在戏里经常演坏人 他和雕雪佳的大佬很有契合感 和各类大美女演戏 可谓大宝眼福 因为他饰演了太多衣冠禽兽 所以也成了坏人的代名词 因为在戏中太拽 2019年 任达华在佛山被捅了两刀 任达华自己承认 因为有山东血统 所以为人很忠厚 和电视剧不是一回事 他对待衰老也欣然接受 林宝怡 57岁的林宝怡不仅变老了 还变黑了 当他和陈慧山同台搭档刘恒 已经满头白发 好在精神状态很好 他出演的连续剧《独心神探》让许多人爱上了心理学威表情 还有金之玉聂里的孙太医见证实录里面的聂医生 在各种角色里面来回切换 丝毫没有怯场 在年轻时林宝怡也不帅 甚至是普通 长着一张没有辨识度的大众脸 但是他人缘不错 被亲切成为香港大叔 他很喜欢大叔这个称号 因为这意味着他年轻时被喜欢 变成大叔了也没有晚节不保 梁朝伟 梁朝伟已经61岁了 每次和刘嘉玲一起出席活动 他都是一言不发 而刘嘉玲就在一旁和别人打招呼 他们一个射牛 一个射恐 但是梁朝伟真的老了 刘嘉玲还像个优雅富太太 而梁朝伟就已经是一个小老头了 他的双鬓都是白发 也没有用染发剂遮盖的意思 正是因为性格不张扬 梁朝伟身上有一种自然的力量感 他眼神很有特点 那是一双宝金风霜的眼睛 却又像孩童一样纯洁 朱一龙长得像他 但是阅历不够 所以在梁朝伟面前还是甘拜下风 连嘴笋泼辣的金星都说 许多后辈都在模仿梁朝伟的眼睛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在中年以后 拥有这么纯粹的一双眼睛 大到质简 虽然梁朝伟也难免衰老 但是他的眼神却越来越像个孩子 回归到了自然的本色 如果去整容成当代小鲜肉的模样 梁朝伟就不是梁朝伟了 接纳年龄变化 这是梁朝伟的一贯作风 神奇的是 不抢求反而平添一种沉淀的成熟魅力 在和汤维搭戏一身上 王家之时 梁朝伟已经45岁了 戏外不爱讲话的他却在戏里展现了很大程度的腹黑魅力 吕梁伟 68岁的吕梁伟没有依赖整容 因为他的长相没有整容的必要 太普通了 只会越整越糟糕 年近古稀之年 吕梁伟依然希望能够给观众多分享一些有益的正能量 他特意开账号分享健康日常 保护骨骼 燃脂塑形 这些年轻人的好习惯 吕梁伟一直都在认真贯彻 所以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 说是50岁还差不多 结语 以上这12个男明星都曾经创造过属于自己的辉煌 比起普通人 他们有更多金钱去保养 所以扛得住近距离原相机 所以观众就应该知道 金钱可以为普通人度精深 可以无限拉长生命的宽度 如果不具备好的物质条件 养成清淡饮食 坚持锻炼的好习惯 也能让普通人更年轻 不管人生取得过什么好成就 健康的身体才是人之根本 其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最好还是不要用整容方式搞破坏 自然之美才能走得更加长远 最好呢 再来就 maintain